为了对电视和宽屏市场的发展有更多的了解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西藏分公司 特别是以西藏自治区信息协会参访团 来到台湾来进行参访 并且是到新世博有线电视 来了解宽屏业务的发展 一个小孩老人不上网之外 大概我们的国小可能在接近国中的学生 一直到青壮的人口 应该八九成都有在上网 为了让地区来自对岸的电信业者 更了解台湾地区的宽屏发展 新世博有线电视也派人来进行简报 而在简报之后 双方也展开对于有关宽屏业务的对话 对未来网络服务的共同点 大家所见略同 就是要提供高速的宽屏服务